你看一下,剛剛這邊如果你覺得你要的形狀已經不夠了 你可以把你現有的儲存起來,也可以把它丟棄都沒關係 或者甚至你要再加入,因為我們預設是不是就是一個地方體 如果你還有其他的,你也可以加,在哪裡加,你看這邊 我們這裡有沒有一個,就是後面這個 這個箭頭就是選工具的,右手邊是不是有一個 有沒有看到一些基本形狀 你就可以從這邊再加進來,我就點到它 它有沒有給你幾個基本形狀 有沒有同學你要的圓形,圓柱 Sphere就是球,空這就是三角錐 甚至怎麼樣,不要這麼小心眼 直接從外面直接載入File 就是3D的模型檔 你知道我們一般3D的模型檔都有哪一種 有沒有都叫STL,對不對 當然我必須講,就是說 它不是所有的都能夠載入 就STL,還有一個要注意 我們剛剛有特別強調 這個網站要求的,就不是那種很漂亮的弧形 是都會有鋸齒症 所以你的圓會不會很Smooth的圓 不會,它就是會有一點點鋸齒症 所以你今天我用一個C-Link的來跟大家做說明 好,我就點它一下 你看有沒有一個圓柱跑進來了 那你要怎麼移動它 你看這邊,剛剛你用了這個之後 等一下 用了這個之後,有沒有在這裡 所以,跟我們剛剛的那個投影機一樣 有這四個工具 位移 旋轉 縮棒 近射 對不對 好,那 所以呢 你今天要移動它 調整它大小 你可以在這邊調 但是 我會建議你 因為它預設會疊在一起 你可以先拉出來一點點 好,可以拉出來一點點 比如說你看我移進來 這個時候我用位移 好 有沒有發現 滑到它上面的時候 會有那個 我拉出來一點 這樣有沒有 滑這邊 有沒有,這就是垂直的 移過來這邊,有沒有這水平面的 所以你就看你要移到哪裡 有沒有這樣移過去 這樣就移過來 你了解齁 好,這是移動 那我要縮放一樣 這個按下去 滑過來 這樣有沒有上下縮放 然後等比例縮放怎麼辦 這樣是非等比例的 等比例你就移到哪裡 移到角落 就是在這個地方 移到這種角落上 移到這個邊邊 你看我滑過來 有沒有突出來一個 有沒有突出來一個 紅色的箭頭 有突出來表示你這樣是等比例縮放 沒有,沒有壓到 好,還原一下 要有簡報器 硬好啊 好,你看 你就移到這個邊邊上 移到這個邊邊上 這樣子就可以做縮放 因為我剛剛把它壓扁了 所以它現在等比例先變成橢圓了 這樣有清楚了 所以如果要上下的 或是左右的 你就是移到那邊 這樣有沒有 只有一邊的 好,就只有一邊的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會有一個 這樣是等比例的 這樣比較特殊的方法 所以你就可以把你的東西做一些疊加 如果說你有一些形狀想辦法加進來的 也可以像這樣就把它加進來 那好了之後 像這個 這樣太低 所以我就拉高一點 有沒有 滑過來靠我這一面 往上一拉 有沒有就上來了 你要會轉換角度 你要會轉換 因為有時候 像我在這一面 我上面我就弄不到 你就自己要翻一下 這樣就是上面這一面 我才可以滑過來 這樣有比較好概念嗎 3D就是記得 要學會從不同角度看 你老是在同一面 那個2D那一面 有時候我就是不好選 就是不好選 你就是要換別的角度 這樣子你就可以使用 如果好了 記得在這邊 有沒有打工 如果你做好了 打工 他就會放到裡面來 變成他的一部分喔 放進去 然後呢 有些時候你會看到他出現這個訊息 我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他說你現在的操作 Overflow的Walking Area 已經超過你現在的工作區域範圍 也就是我們剛剛預設的 64Mini 所以你如果看一下 那尺龜 下面是不是64 因為我現在在這個 在疊上去 會超過那個範圍 所以他就會把你 把這個工作區放大 但是放大之後 你看起來好像你的模型會變小 因為尺龜變大 你看我按下去 有沒有看起來好像你的模型變小 可是事實上不是模型變小 因為我們的尺龜 有沒有變128了 變成你大一倍 他給你大一倍的空間 但是這樣有個小缺點 因為我們剛剛有投影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 投影的位置有跑掉 所以這個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已經 就是都敲好了 他等於說 他目前3D推行比較弱的 是在多個模型之間的組合 你一個模型的 其實很OK 很好做 那多個模型的時候 你很容易會有出現這個情形 那這個時候如果投影 你要重買 就是要重新再調整一下 就是說 你可以先組合好了 之後再投影 再來敲 這樣也可以 這樣的話就會比較OK 你看我這樣打勾 好 他就變成他的一部分了 有沒有 你這個 這樣子 用選取工具 選他 這裡 還是可以動 還是可以動 但是就是 你基本上會變成他的一部分 你要用敲的 這裡也可以敲 敲大一點 有沒有 就是他就沒有分錯 我只敲你 我只敲他 你要敲 就是大家都可以一起敲 就可以敲開 那這個顏色 為什麼是紅色的 因為我剛剛是不是紅色的 了解齁 所以如果你要一致的 都可以 或者是重新再把它倒 還記得我剛剛有噴漆跟油漆筒 如果你要 我就一定要白色的 你就把它倒下去 倒下去 有沒有這樣就白色的 這樣白色就進去了 所以 他這種方式是跟我們傳統的 造型的 3D造型的方法 真的很不一樣 這樣 有沒有問題 可以齁 好好好 那各位 你就設計一下你的骰子 我們六面不是要做骰子 看你要 什麼形狀 等一下我們來把它存起來 存起來 我跟你講 要怎麼做輸出 要怎麼做輸出